那首先的话,我们已经把环境ready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大概看一下我们后面可能课程的安排 那因为我们Java有60个小时 那预计我大概就是会先把入门的部分 基本的概念会先跟各位讲 包含就是说Java的语言 它的由来跟平台 然后开发环境设置 刚刚已经请同学先去下载Eclipse 跟那个Java的那个JDK 那再来也许我们就宣告变数 资料形态、运算纸、流程控制 还有一些这个重复控制 像刚刚有用到像那个 比如说重复控制这部分4回圈 那60个小时我的安排大概入门 也许前面大概就是占个20个小时吧 大概就是这个这些入门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也许再来就是进阶的部分 也许就是再来或者一半一半嘛 30个小时30个小时 那可能会试情况啊 就是看各位的那个进度 也许练习sample的进度 如果说大家接受的程度都还蛮好的 也许我们就可以速度比较快一些些 那进阶的部分里面会用的比较多的 有关那个物件导向的相关观念 那这个物件部分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但是难度其实非常的高 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跟前面的最大不一样是 你必须要自己去设计一个类别出来 如果其实会不会真的有需要 当然也会有需要 可是需要的程度呢 以目前在台湾我看到的情况来说 真的会自己写一个类别 写一个物件来用的 感觉好像似乎没有那么多 其实大部分用的会比自己设计出来的 来的用的会比较多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概念也是需要的 我们也会带一下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规划 然后再来我们后面呢 就可以衔接那个Android 那实际上Android 你想说那不如就是 是不是先上Android 其实我觉得 因为Android它的基础就是Java 所以很多人直接学Android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很多地方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它没有Java的底子 所以很多人没有Java的底子 直接跳去学Android 哇什么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因为它不懂Java 那你想说Java跟Enjoy 实际上Google蛮聪明的 因为它要能够快速的 能够有一个开发APP的一个语言基础 那它很聪明 它就先挑上哪一个 它很聪明 它知道Java已经出来很久了 只是说Java一直不红 也不是说它没有红过 它曾经红过 但是又不红了 不红之后呢 那刚好有些很多Java工程师 那于是Google就挑上它之后 然后当成是它的开发的一个基础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再来建构它的Enjoy的相关的像UI的东西 然后它又很聪明 它知道有很多地方是有专利的 所以像那个什么VM Java的那个Virtual Machine 虚拟机 这个是那个生养Java的专利 它就很重要 它就这个你有专利 那我就不touch 我就另外再弄一个虚拟机器 它叫什么Divic之类的 然后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那个Oracle 一直就告Google侵权 可是又没有办法告赢 主要我觉得Google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我虽然用你的东西 但是我也尽量回避 可能会造成那个争议的部分 不过这个当然 也有点像歹系脱棚 也已经脱了五六年 还没结束 还在告 有点像两个愿口 在那边告来告去 这个感觉就跟 我们附近好像有一个蛋 不是也是一样 一直不知道 对不对 也是 所以像这种东西 你说会有结论吗 其实这最后的结论就是 如果大家已经不关心了 它就会自然落幕了 因为其实这个感觉上 有点像大概20年前 那个微软跟生养 也互相告来告去 最后是什么 那个微软是被 那个地方反 最后是被控说反托拉斯 应该有印象 那最后呢 好 本来那个微软是有一个叫 Virtual J++的 它以前有个J++ 它现在就不要 没有JJ 没有Java了 但是它后来就 跳出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C Sharp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C Sharp的开发 我也写过 大概有八成以上 都跟Java一模一样 所以基本上你两个地方 你会学Java 你跳到C Sharp 你会觉得 好像似曾相似的感觉 而且里面 很多类别的名称 都一模一样 里面的方法名称 都一模一样 里面的物件导向的观点 都一模一样 那到底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要学的 如果你学完Java 你要跳到微软那一套去的话 你其实不用从头学 你就是学那个 它不一样的地方就OK了 不过后来发现 他现在也要把差异化做出来 所以他最近 主要focus在MVC 而且业界现在很缺 MVC的这方面人才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104人一样查一下 因为一堆朋友问我说 你会认识 懂ASP.NET MVC的这样的人才 如果有的话 马上可以帮你介绍 所以在座如果有同学 在座方面很熟悉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OK 所以我们大概分类就是 会入门再到进阶 再到Enjoy 那Enjoy部分的话 也许我会再提供给各位 其他的相关的教材 给各位参考 那Java的由来 其实大家看一下 它主要就是 它主要是希望能够 迁入到很多的装置里面 比如说甚至它希望能够放在 像一些家电里面 不过这个概念当然 最后是没有成功 反而是现在Enjoy 因为研究的关系 让它再红一次 主要原因是因为 说真的如果用Java 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Java还是太庞大 你说要放在家电里面 感觉还是不够小 反而是那个什么Arduino 或者是什么单晶片这些 OK反而更容易 因为基本上Java 它还是包了太多东西 不过未来 而且Java的那个UI 或者是跟那个 就是手机 行动装置整合上面 我觉得还是要靠Enjoy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里面的话呢 它的成长 大概就是几个部分 它里面除了说 用在哪个地方 像我们现在用的 比较普遍的 像是Appleator 不过现在Appleator 现在也比较少了 为什么 因为Client端 你要去下载这种程式的话 其实通常都会有很多的 那个问题 像Flash现在也就是 Mac也不支援了 微软现在也不支援了 所以这个应该慢慢 不成立 因为Client端会有 那个所谓的骇客的风险 所以慢慢有所谓的 Servorator 这个Servorator 是在Servor上面去Run的程式 那这个我也写过了 其实它的语法相关的东西 也就是跟我们现在学的是一致的 所以你将来这个东西学完之后呢 你也可以再去开发 Servor端的一些应用程式 或者是什么Java Bean 这个用的也比较少一些些了 或者是JHP JHP的话呢 其实相对于像PHP 或者是像什么那个 ASP大内置 不过这语法也是用那个Java的语法 但用的人其实感觉上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发现最近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可能也是因为Android用的是Java 然后大家都用Java用习惯 OK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像相关的平台 我们 OK 那再来的话呢 跨平台 那他当然除了说在Windows上可以执行之外 刚刚可以看到 他也可以在Linux上面 也可以在Mac上面 只要是你做一次事情 你只要那个电脑里面有装他的VM的话 VM就是虚拟机器 他就可以直接ROM了 没有问题 甚至以前的那个什么Nokia手机 本身也有去载那个 就是Java的执行环境 所以以前Nokia手机很多小游戏 都是那个什么用Java写的 OK 那所以你只要做一次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它来在很多平台上ROM 像早期开发的东西 你也可以再拿来 重新再把它重新编 像网路上有很多小游戏 它的副档名就是点Class 那那个东西 其实之前我教过了 就是也可以你从网路上下载那些东西 然后有一个类似反主义的机制 你可以把它反出来 可以把Class变成Java档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写什么 如果说你要拿它来参考的话 其实很快的你一个小游戏也可以做出来 也许你可以改一改它的UI等等的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跨平台部分 它就是只要写一次 在其他地方都可以执行 这个我想应该比较单纯的一个理论部分 那前提就是说会需要有JRE 那JRE跟JDK 其实顾名思义 R就ROM ROM TIME 的Environment 就是说你可以执行 但是第一的话 第一是Design Kits 就是说你开发 所以JDK其实已经包含JRE 但是又包含了什么呢 你的开发的相关的那个套件 跟你的Libre韩式库 所以假如你要是设计的话 那你就要下载JDK 如果你只是要能够ROM ROM这个Java 你就是JRE就好了 OK 如果你不是要开发的话 你就不用没事去干嘛下载JDK 所以你就下载JRE就可以了 基本上它的流程一定是什么 Java档 然后Compile之后 变成一个Class档 这个它有个专业名字叫BiCore 那这个BiCore 它的实体就是点Class档 那这个Class档 你知道在任何的电脑上 它已经有装的那个 对应的JRE 或者JDK 你就可以ROM OK 这构型还蛮好的 甚至不见得一定是一个Windows 也不见得是Linus 也许是一只手机 Nokia的手机 它也可以ROM 只要任何平台 所以这个跨平台的概念 其实都还蛮好的 好 那再来的话 这个有关平台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我们所说的平台 指的就是说结合硬体跟软体的一个执行环境 那它就是怎么样 因为硬体部分呢 很多地方要解决了 其实就是它已经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只要懂了什么 如何去控制 控制这个设计这个Java 那底层的东西 我们不用care 那个东西的话Java已经帮我解决了 所以像记忆底 memory的控制 我们不用去管它 不过有个缺点 你也没办法去管它 就是你如果说有garbage 有垃圾 你那个占了很多memory的垃圾 怎么办 你要清除 你只是能够建议权 你没有办法去删除那个garbage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到当机 那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后面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需要知道就是 如何去使用它的相关的那一些 一些韩式库 其实就class 然后去设计我们要的设计的 相关的程式 那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虚拟机器 其实它的关键 像刚刚讲的那个 Google 它没有去侵犯的 就是这个叫Virtual Machine 那这个Virtual Machine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很轻易的 在任何电脑上面去执行的这个东西 那里面的话 它是经过那个编译的程序 编程ByCore 然后呢 再利用词译器 去执行这个Java的违源码 OK 然后只要那个电脑里面有这个东西 虚拟机器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程式 在任何的环境下可以执行起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聪明的构想 只是说因为这个JPM 我觉得还是有点庞大 所以你装起来的话 也满占空间的 所以它原来构想 想说可以在任何地方上面都执行 最后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环境下可以执行 那什么叫Java 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下载JDK 其实JDK里面呢 就是包含了很多的什么 叫做API 那这个API简单讲起来 它就是软体的集合 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应该怎么讲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所谓的函事库 那在很大的函事库里面 会有很多的小函事库 我们叫套件 那这个小的函事库里面呢 又有更小的就是类别 所以它有一层一层一层的 那比如说呢 像那个Java里面 我们常用的套件 也许叫什么Lex 就有一个像里面还有 就是专门是放什么 处理那个像数字方面的 有个Mass的类别 或者处理字串的一个String类别 那它有一层一层一层的概念 OK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所谓的套件 就是Java里面会分成很多的套件 那如果说各位要理解的话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有个它的API的说明档 里面它有讲的还蛮清楚的 OK大概有这一些 那它的相关的图示 那这个Java它是应该先载入 然后再去执行 这个我想概念上差不多 那前提是一定要是 函派成一个.class 所以我们写完的程式是.java 然后呢 它帮我compile之后呢 会是一个class 那你经过JVM 才能够被执行 我想这个执行的过程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 那要怎么去撰写这个程式 基本上我们会利用Eclipse 配合JDK 然后写完之后ROM ROM的背后呢 它已经帮我compile成一个class档 那我们因为有装了这个JDK里面 有包含JVM 就可以把它ROM 起来 OK 好那这边的话 大概这个相关的机制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一个图里面的话 包含就是说它相关的机制 那这个才会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大概刚刚有讲过 类似的by code概念 一些细节部分 我想比较理论的 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副档名部分的话呢 一定是点Java档 OK 那其他的话呢 也许我们实际上来ROM 会比较快一些 至于相关的版本 现在已经到了那个 当然 一般我们称SE7 比如说Java7 实际上指的是1.7的版本 所以你下载的时候 我们现在下载最新是1.8 所以叫Java8 那不过现在最新的 又到Java9 其实就是1.9 所以一般叫什么 就是Java7 实际上指的是1.7的版本 那如果说你们可以看一些书籍 书籍有些是像图书馆里面 还有什么Java1.4的 所以Java4 不过实际上 这个之间的差异其实还蛮小的 有些尤其入门的部分 其实大部分都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OK 那这个我想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直接进到那个好了 就是有关Eclipse的部分 那刚刚有请同学到那个 就是Eclipse官网里面去下载 那下载之后的话 使用的方式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那也请各位就是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我这是我的 这个Eclipse422 那请各位怎么样 把它解压缩到这边 也许你就把它解压缩 那另外我也下载了Eclipse官网上面的64 这个是我是下载64委员的 一样把它解压缩 那特别只有它完全不需要做任何setup 因为它是所谓的那个绿色软体 那你想说那老师你下载两个版本 会不会互相冲突 我这是32对不对 其实呢 你可以先测试看看吧 基本上 我现在是没有装JDK的X86 就是32尾跟6 这都没有装 不过我刚刚测试一下 因为我们的电脑已经装好了这两个JDK 所以你可以不需要做任何安装 那只要怎么样 那怎么会知道说 不需要安装 其实你直接执行这个Eclipse 打开Eclipse这个目录里面 会有个执行档 那你不需要安装 那一般习惯是直接放在桌面上好了 不过因为我们电脑将来会还原 所以我建议你干脆放在随身碟好了 但是我又不是那么建议你直接在随身 除非你的随身碟是高速的随身碟 不然会跑起来很慢 不然你就放在低碟好了 会比较OK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直接把它点两下 这样子就Round起来了 不过我这个422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有蛮多人英文不是很好的 所以Round起来是中文版的 OK 但是如果你看不习惯中文版 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中文版 可以啊 把它取笑一下 你可以自己怎么样 写一个批试档 这个批试档只要执行的时候多加参数 就是后面加一个什么 一个Dash NL 控一格 这个双引号里面包一个ZH底线US 就是执行的时候多加一个参数给他了 这样他就可以转了 其实他可以转换语系的 如果还有别的语系需求 可能要自己查一下 那我同学是不懂语系 OK你可以找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 那批试档怎么新增 实际上按右键 你可以新增一个 我是这样的 新增一个文件好了 那把这个改成ECLIBUS 1N 然后副档名改BAT 有没有 然后你再去 再去怎么样 再去按右键去编辑他就可以了 编辑 那执行他会这样 批试档其实到底 他就是最原始的 他就是一个呼叫那个 我们的文字模式 然后去呼叫这个ECLIBUS 我转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转起来 OK 他会呼叫我们ECLIBUS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他就变英文版了 OK 所以看各位 那如果你要 如果不知道 其他语气 如果其他语气 你找一下 应该ZH底线 其他语气 他也会跳其他语气 那里面有很多语气档 OK 好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要进到 那个ECLIBUS 你首先要注意几件事 Workspace 这所谓的Workspace 就是你将来 你的城市 会放在哪一个目录里面 那它的结构 一定是一个专案 不 兼Workspace 那里面你开专案 它又会帮你在Workspace里面 再增加一个目录 那你的相关Source 就会在那个目录里面 OK 你只要放对地方 我放一下 比如说我放这个Workspace 也许是一个Java的好了 比如说放在第一碟底下 改一下 OK 好 那也许顶多是加一个日期好了 比如2016-06-03这样 OK 好 那我就放在哪里 放在低碟底下 那如果说呢 你假如这个目录不存在 它应该会帮你键吧 我按确定看看 OK 如果你将来打勾 它就自动会进去 我们先不要打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Eclipse呢 就被打开了 再来呢 它也会自动帮我们在哪里呢 在这个Can close掉 这个是那个Android的东西 先关掉没关系 先把它Cancer掉 因为我们暂时还用不到那个Android的东西 它会看到Welcome 请你把Welcome这个关掉 好 就进来了 确定一件事就是 这个可以把它关掉 在你的低碟底下 有没有那个Workspace 有了 里面目前没有任何专案 所以是空的 只有一个什么 Metadata OK 那我们就建了一个环境 OK 没有问题 那这个是第一个 如果你是用我的环境 不过如果等一下有同 把它关掉 假如说呢 你刚刚下载有问题 没关系 你下载官网的 我一样把它解出来 解压缩之后在这里 那你想说两个会不会打架 不会 反正没关系 像 有时候同时开好几个 可能是这个是Android 这个是JSP的 这个是PHP的 他们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而且不用install 因为你不用install 你就不用担心说 你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而影响你的系统 可是像Visual Studio 也不一样 Visual Studio 如果你们到那个 微软的官网上去 download的话 我装过 太可怕了 一装起来 至少 30GB的空间 就不见了 刚好我那个SSD 又太小了 后来 有点装不下 所以特别是 不过这个还蛮小的 你会发现 它装起来 它的档案 大概只有100多M而已 OK 所以这个是官网的 那我提供给各位的这个比较大 这个大概有1.5G 那为什么会这么大 因为里面有包那个 Enjoy的SDK 所以会比较大一些些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官网的 那因为理论上 当然你需要装那个JDK64 可是我没装 不过好像电脑里面有 可是如果说 我们执行看看 假如说你电脑打开来 没有出错的话 你没装没关系 因为它已经帮你装好了 但是如果你点两下 它跳出一个小视窗 跟你讲说 可能那个什么 Round Time那些东西没装 那你就怎么样 再把它装起来就OK了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你自己电脑里面 当然这个是第一步 如果你的环境都ready了 然后再来呢 后面我们就step by step 反正我就sample 一个sample 那怎么解 怎么做 Round出来 就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一个一个各个急迫 我想慢慢你可以 比较进入状况 然后很扎实的 反正你就是尽量不要有那种 好像是懂非懂的感觉 然后也许你就会学得蛮愉快的 OK 那Round起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它也是一样问你 你的wallspace在哪里 那你可不可以放在同一个呢 其实也可以啦 比如说我刚刚不是有放在那个低跌底下吗 其实我一样指向它好了 也许这边这个嘛 按确定 你们低跌底下这个 按OK 不过它说什么 它说有旧版本 它问你要不要复写过去 OK好了 所以等一下如果说 你没办法 还没download我的东西 没关系 你就先用新的也可以 其实基本上它长得都一模一样 它反正就是新专案 反正一定是new一个project OK啦 然后新的专案就取个名称 然后再加class 那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一个 慢慢的把它撰写出来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环境先ready 那至于用哪一个 其实都无所谓 就是主要你能够先run为原则 OK先试试看 那么